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8月26日,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100多枚导弹和约100架无人机的袭击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 俄军袭击目标是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 袭击造成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受损,7人死亡 47人受伤,泽林斯基表示 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已持续三周的攻势 扩大了对该地区的控制,并再次俘虏了俄罗斯战俘 这增加了交换战俘的可能性 乌克兰要使用F数战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 呼吁西方尽快解除俄无武器使用的限制 让乌克兰更好地保护自己 27日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目前损失情况正在统计中 俄罗斯26日的空袭规模 是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 这也是俄罗斯最后的疯狂 俄罗斯导弹库存早已耗完 之前文中解释过 俄罗斯导弹现生产现用 每隔一两个月会发动一些空袭 因为要等导弹生产出一批才能类似行动 间隔时间越来越长 乌军正在库尔斯克地区开展行动 俄罗斯没有把乌军击退 并称这次袭击是回应乌军的入侵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就能阻止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推进吗 显然不会 这就说明空袭起到的军事意义不大 是没有能力改变库尔斯克局势的宣泄 就像伊朗空袭以色列 安抚国内情绪才是空袭行动的真正意统 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规模空前 原因是规模小了起不到任何作用 乌克兰防空能力越来越强了 发射少了会被全部拦截 多了就有漏网的机会 俄罗斯的情况比俄媒报道的糟糕的很 被称为大地大脑的俄罗斯国师杜金最近发帖说 很多人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 宣布全面动员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但普京似乎对此犹豫不决 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 目前使用的自制替代进口的战术早晚会耗尽 杜金称俄罗斯在过去30年中进行了去工业化 对西方国家的系统性斗争显得准备不足 另外 当前俄罗斯国内的腐败现象也是不可接受的 杜金强调战争是持久而艰难的 战争像是光一样 暴露了俄罗斯的所有弱点 而继续用华丽的演示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挑战的规模和深度就会不断增加 因此 我们需要对体制进行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这些变革已经迫在眉前 且不可避免 俄罗斯一枚导弹被乌军士兵用机枪击中了 导弹栽进了地内部核 花几百万炸鱼不划算 俄军导弹技术落后 能不能击中目标全靠蒙 与民间放烟花一样 俄罗斯又一个燃油厂爆炸起火了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燃油厂 在距离乌克兰约2500公里的厄姆斯克 发生爆炸后起火 8月27日 俄罗斯电报频道马时报道 当天下午 乌克兰军队试图突破 比尔格勒德州的内霍吉耶夫卡 边境地段 有超过200名乌军士兵 试图乘坐装甲车 越过边境 并对俄罗斯守军发动攻击 袭击被击退 马时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 还试图突破 谢别吉诺过境点 那里距内霍吉耶夫卡 13公里 乌军出动了 大约300名战斗人员 但在谢别吉诺过境点 没有发生战斗 在苏拉夫 廖夫卡附近 发生战斗 俄罗斯军队 击退了乌军的进攻 比尔格勒德州州长 格拉德科夫 在电报频道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 试图突破 比尔格勒德州边界 边境局势 仍然复杂 但已得到控制 请大家只相信 官方信息来源 俄国防部和联邦安全局 没有对上述报道 发表评论 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库尔斯克方向最新消息 乌军继续推进 占领了塞姆河南岸 被隔绝的几个村镇 俄罗斯博主称 格鲁什科沃地区的局势 非常的紧张 俄军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建造福桥 但乌军已经封锁了塞姆河 他们的空军和乌人机 不允许俄军那样做 无防消息 乌军正在对 锅里的俄军发动打击 部分俄军已经投降了 俄罗斯军队在整个地区的阵地 都遭到了乌军的炮火袭击 敌方损失惨重 乌克兰军队正在缓慢的将敌人打进 乌克兰军队正在缓慢的将敌人赶进塞姆河里 乌军方称 乌军目前正在向敌人抵抗脚弱的地区挺进 将敌人画片包围 在过去24小时里 俄军战俘又增加了近100人 乌军还表示 乌克兰空军在库尔斯克战区打击范围 1800平方公里 约1300平方公里 在乌军控制中前进 前线美事都在推进 27日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举行新闻发布会时 邀请总司令希尔斯基线上介绍战况 希尔斯基表示 乌军已控制着库尔斯克地区 100多个地区点 面积已达1294平方公里 又有约100名俄兵被俘 敌人为了阻止乌军的推进 他们已从乌克兰前线 向库尔斯克地区调动了3万兵力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泽连斯基指出 乌军在库尔斯克行动 阻止了俄罗斯人 对苏梅州的入侵计划 俄罗斯已开始从靠近哈尔科夫边境 和乌克兰东南部临时占领区 向库尔斯克调兵 虽然战争仍未结束 但结果是明确的 俄罗斯人无法占领我们的东巴斯 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的第一枚弹道导弹 测试成功了 不久将可批量生产 用我们自己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纵身目标 此外 乌克兰每年可以生产200多万架无人机 无人机可以取代人力战斗 敌人没有诚意和平谈判 他们昨天向乌克兰发射了200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证明了他们的野心 8月26日乌克兰使用F16战机 击退了俄罗斯军队的大规模袭击 乌军战机击落了多枚俄罗斯导弹 据相关报道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127枚导弹中 有102枚导弹被拦截 109架无人机中有99架被击落 塞连斯基强调俄罗斯人还期待着与他们签署 关于继续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转移天然气的合同 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他们 他们的想法该结束了 乌克兰会与俄罗斯进行谈判 但不准备在谈判中放弃我们的领土 这是乌克兰人绝不允许的 从基辅挡住了大俄第一波攻击之后 丁丁就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了 只不过现在更加明朗了 从差点直接一小时22分钟被灭国 到小泽全民发枪 打退大俄的巨龙装甲长阵 曾经一盘散沙的乌克兰就这样 被丁丁给硬生生的打成了钢板一块 丁丁当初气壮山河 要大搞军事特别行动 确实很吸引眼球 丁丁大概以为自己就此登上历史的巅峰吧 现在乌克兰反手也来一个特别军事行动 二十天过去了 大俄都组织不起像样的反击 早年伊拉克独夫萨达姆胡作非为 面临危机的时候 环石还要给独夫唱赞歌 夸萨达姆不惊慌 结果没多久 萨达姆就走上了脚型架了 遭到了正义的裁决 发行量这么大的一份报纸 成了新闻界的一个大笑话 多年之后 环石换了个枪调为邪恶势力站台 但夸大毛头不惊慌的大媒体 还是忍不住跳了出来 为啥不换个巨师 是跪舔的语言过于贫乏吗 还是当初跪舔的小编换了家媒体 环石当初夸萨达姆不惊慌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 萨达姆惊慌了 被联军从地窖里给拎了出来 胡子拉擦的 萨达姆不知道看了环石没有 要是这个世界有纪念萨达姆的地方 建议给他们寄一份环石的不惊慌 复印件 让世界人民开心开心 毕竟快乐经过共享 人们就能得到双倍的喜悦感 如今简中网内又一次夸叮叮淡定 这是认定叮叮在一年时间内 也将遭到正义的人民裁决吗 对简中网内的信息我向来抱有怀疑态度的 但在预测邪恶势力的结局方面 因为杨美有过极为准确的反向预测 所以我不禁的很期待 讲到一年之内就可以看到丁丁的大结局了吗 她是会潜到海牙接受审判住单间 还是会逃亡的路上就被打成筛子 我会见到你一年之后